我有問一下那個板手說 欸啊是怎樣 為什麼 可以突然間結BAND了 你一定想不到他回答什麼 他說 我不知道可能是你七年前那個信 現在他們收到了 這個DN超幹的 歡迎收看月西家青 偷愧 你的心 今天的大來咪 法老王 好哭 其實我是沒想過有一天他會坐在這裡 我也沒想過 不可能 我以為他已經被關愛經濟還沒再也出來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好好的來探討一下 你算是空洞獨棋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回歸了 你說事隔七年是不是 差不多 請問一下回來的這件事情 你自己之前是有先知道的嗎 沒有沒有 你有一天醒來就 真的是醒來 真的是醒來 而且我是幾乎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你是最後一個知道 你知道有一個比我晚知道的 那個人是當時的突襲反手 Sophie 他比我還晚知道 那你在開台 然後他想說 幹嘛你怎麼在這裡開台 我們兩個最晚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快Sophie走 對不起 不是要湊他 冒犯 沒事 就是那天我在睡覺 然後我手機就一直響 一直有通知 一直有通知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是怎麼樣 就一起來看 然後就有人說 欸起飛囉 怎樣的 然後我想說是什麼回事 他就說 欸你不是來不解標 我就想說 因為我在我的認知裡面是不可能的 因為不可能 因為你那時候發生那個罪行 因為已經七年了 對啊都關那麼久了 又什麼理由要放出來 我什麼都沒做嘛 然後我就一打開來開 發現 哇靠 還真的能登 這我還真的能登 你還記得帳號密碼 你還記得帳號密碼 因為我帳號密碼都掌握了 這同一個 因為我知道的是 你好像有辦一個自己的小號 就是在這七年間 你說全部在聊天室 對對對 而且那個ID是完全認不出來是他的 現在那次就也 也當然不會用了嘛 只是我覺得很妙的是 反正就突然間開了嘛 然後我就登上去看一下 想說就是稍微瀏覽一下 然後翻的底下介紹 全部都是我以前的 好像現在二十三歲還幾歲 七年前的資訊 因為反正這段時間你也改不了 他就只能原封不動 再拉回來還你 然後最關鍵的是那個 我使用到一半 然後又不見了 啊對 因為你好像是 靜靜出出 就好像馬上九人檢舉 說你連開都沒開 我就開都沒開 因為以前的剪輯還在 就是你當年的罪證其實還在啦 對還在 也一起回來了 當年的陳明代表作 對因為 反正就是因為那個影片 再被剪輯 所以又在七天 這個地方也就 側面的驗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那一段 其實只值七天 你說不值七年 只值七天 然後換了你七年 對對對 其實只有七天而已 這時代在變 通貨也會膨脹啊 確實 所以我們的新機也會做調整 你都放出來了對不對 規章會改變嘛 對啊 這個狀況我馬上先去 跟那個扳手反應嘛 我說欸 啊我開都沒開 然後又馬上進去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還說 那可能是那個片段嘛 可是你又被ban了 你就又沒有辦法塞那個片段 對啊沒錯 就會 登不進去 無限輪迴 然後再剪開 再14天 再剪開 再14天 然後再永ban 然後又七年 所以他這次就叫我說 你去寫那個申訴的那個 寫一段話就好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打算 他要我多快 因為我知道 他們都還蠻慢的嘛 所以我就想說 我隨便寫就好了 欸寫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又結了 我想說欸現在是怎樣 現在的效率很快 超級奇怪 因為我上一次被ban也是14天 那你是怎麼樣 呃我就說了 關於洗碗相關的議題 就是我對於洗碗呢 有一些見解 然後我就發表了一下 我發現呢 以前的我是不對的 我如今已經提升長大了對不對 所以我14天 然後我那天晚上也是一秒寫信 然後一個小時過後 變7天 就是刑期 現在修改的速度很快 是怎麼樣 裡面突起的人有發換血是不是 我不知道欸 可能因為最近那個 被ban的人有點太多了 所以他們好像要積極處理這個問題 不然整個平台都沒有實況主 好像有什麼好拍的 對啊 因為按照他們那個ban的速度 有點太猛了啦 所以你個人是完全沒有任何預兆 然後有一天被解ban 然後又被ban 就是又開始這樣 完全沒有任何預兆 然後那個時候我有問一下那個 板手說 欸啊是怎樣 為什麼 可以突然間解ban的 你一定想不到要回答什麼 他說 我不知道可能是你7年前那個信 現在他們收到了 這個聽起來超幹的 到底是哪一個板手 是不是邱吉祥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感覺很像邱吉祥 會講的話 真的這樣說 講的話真的是夠幹 我想說是怎樣 你中間沒有試過任何 比如說寫信 或者是找一些 某一些特定相關人物 藏室要回來過 有 我一開始當然也有寫啊 然後他們就說 你這個狀況比較難的原因是 他們當時檢舉你的人 並不是透過 所謂的按齒輪去檢舉 OK 按那個 就不是按三個點啦 他是直接寫信 直接寄到什麼 他們的法務 然後把這個狀況 就是渲染成一個 相當糟糕的狀況 對 因為事實上就是在 確實在解完ban之後 大家有人透過 正常的管道去檢舉 是7天嘛 對 但問題是他就是用一些 他知道怎麼樣做 會讓你醉痛 所以他這麼一做 就會變成這樣 我當然有去問啊 然後所有的板手都告訴我說 你這個沒辦法 他們都用不在他們的職權 所以有時候我很好奇 到底你們的職權是什麼 但是反正總之 他們都用不在他們的職權 也不對 我跟你講 因為經過時間的洗禮 這個好奇也不是只有在你身上 很怪 就是他們都解決不了 以前不懂 現在都懂了 反正我當然有試著 寫很多信嘛 然後到最後就是 就是如大家所見的就是在二三月的那天 其實解ban嘛 可能就是七年前那個信 真的有可能就是那個信件 因為我那個寫的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誠懇 幹其實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七年後會突然解 完全沒有辦法 超級難想像 如果是原本管這個農機 然後他換了 就譬如說他換了一批新的員工 然後翻案 就是他可能去查過去的資料 這樣可能是有機會的 你說檢察官這邊又找到新證據 然後再查 對對對 翻案 你這是一個翻案的症狀 有一個那個啊 因為當時是 有一個契機啦 是當時那個時候 因為羅傑解了嘛 對 然後收貝一直說 羅傑是他幫忙的 然後我跟他還不錯 我就有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 幫我看一下我的狀況怎麼樣 他就說好 他幫我問 結果他問完 然後 不是 不是 隔兩天 不要一直 不要一直往離開 隔兩天 去走 還真的就解了 只是連他自己都意外 因為他自己都認為 他還沒有真正的去 做到什麼 其實有可能就是 桌上有一堆那個檔案 然後就突然 收貝問了一下 他說喔 你說這個喔 這早就過了啊 好啦 過了 然後就過了 這有可能 那不然因為沒人問 他就放在那邊 然後慢慢處理這個 慢慢處理那個 然後每天有新的案子進來 然後又一直把你蓋在嘴下面 對對對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 我跟你說 為什麼當時去念言評 是因為 台北最好的學校 前上一個就是 建宗 附宗 跟成功 六下 我爸爸是 成功的 OK 然後那個時候 我很不自量 一致認為 在我國中 結論比我爸優秀 我爸也是成功的 但我也沒考贏他 然後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考完就成功 然後那個時候 我爸就說 要不然你去念啊 然後我就 拜託我怎麼可能 你唸過我怎麼可能唸 而且再說 關鍵成功是男校 我真的要唸男校 我唸 當然是要唸建宗啊 如果要的話 合理 完全合理 松山 松山也比較好嘛 男女合校 但至少 男女合校嘛 對嘛 松山才是最棒的 念斯大附宗嘛 所以我就考了第二次 然後考第二次 考的筆記第一次X 那你算是很少數的人耶 你算真的是很少數 好爛喔 沒有 沒有因為在那個二松班 我旁邊坐的那個 長得有點正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就沒辦法 那你就跟他唸哪一索 去唸哪一索就好啦 他可能唸琴妹 他唸不了 反正第二次 成績比較差 比第一次差 然後用第一次的成績去分發的話 連成功都算不了了 只能上松山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在我的認知 你不可能隱蔽罷吧 我覺得 我不可能 考成功是我最低最低的那個 底線 我認為是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反正那時候等於說 有一點行私走肉的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我媽就說 都不然你去唸言品 然後我就好隨便 蛤為什麼啊 哪來的靈感 就私立的啊 因為言品比較很嚴啊 蠻嚴格的 我們班甚至有人是 連建宗沒上就來了 可是他沒有上建宗 他就 私立的學校 他都有可能這樣 就是台北的那個前景資源 很容易發生 就是他沒有上第一次元 他就 對 他沒有心想要一個 他可能會挑私立最嚴格 或是乾脆挑高職最頂 所以就是要再拼一個 更好的大學這樣 那個時候概念是這樣 就是大學再頒回一層 對對對 你說沒錯 那請問你大學拼到哪裡 我這邊 我們就是馬上做一個研究 OK太好了 就需要這個 那時候進去 我的想法 那時候完全就是 雄心壯志 那時候想說 好沒有關係 高中考被我爸插沒有關係 但我大學超過大 結果我爸是這個 清大合工 清大 合工也沒有了 可以超越的空間啊 八爸那個年代 是大學錄取率 可能只有10% 20%的時候 那個時候蛋漿都 我是81年吃了你幾年吃了 我也可以 那你都是完全一模一樣同一切啊 我們這歷史輩子有夠接近了耶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沒關係 我大學考得比我爸好 就好 輔大 然後我一考上那一天 我媽完全不跟我講講話 我媽完全跟我 沒我這個兒子一樣 你是學測就直接上輔大 還是你有拼到指考 沒有我學測上 然後我學測一開始是填 都填前面的 我前四個是填自己想要的 第五個隨便填 然後就想說 好輔大好像比較爽 我就填五個 就私力最強的 那是必上的 我只是填一個必上的 因為我上了我也沒有打算去念 後來上了之後嘛 因為我只上那個 所以我想說好吧 那不然我念一下指考好了 幹指考好了 把書一打開 啊算了幹了 剛好就這樣 合起來直接 直接就去了 那頭考服 但我媽應該會那個耶 是反倒耶 我跟你講 因為我爸那個時候也是 我爸也是成功的 然後他後來去 我爸也是成功的 你剛會同一個 欸欸 不可能同一個爸爸 但我爸是念那個 東吳日文 那也很厲害 也算蠻不錯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其實我看不太起私校 所以我想說 不可能幹 我隨便摸多一個公立大學 怎麼可能跟你去念那個私立學校 哈哈 死心 幹屁不太爛 有夠丟臉 我高中是 念那個 自然組的嘛 然後那個時候 經歷系屬於 比較偏商科嘛 對 然後他們的 包含他們的數學 運用到的危機分之類 其實那個早就高中學過 那個都蠻簡單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一上的期中考 每一科都是 都是九位級接近一百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應該可以放鬆了吧 一放鬆放鬆到大師家 就是 就是大一上期中考 一放鬆鬆完 直接 大學結束了 對 欸你大學有畢業嗎 有畢業 那還挺的 那全部都是壓最邊邊 OK 那就可以了啦 至少有畢業啊 我自信也念了七年啊 也沒什麼意外 我念七年 我其實念下 我念七年啊 我念下我覺得大學 其實算最好畢業的 對啊是啊是蠻舒服的 我那時候就卡平易啊 所以我才直接 大學是真的 只要願意念一定 大學就是 有一點大概學一學的那個感覺 大學難是難在 你周遭的同儕那個環境 大家一直在爽 對 好爽 你不出去嗎 你不去那下次沒你啦 對啊很簡單 這次找你你不去 宵夜又不吃 歌又不唱 啊夜衝也不吃 啊他媽玩個喜要玩個麻 那你自己在這邊 確實 那大學你都在放鬆在幹嘛 好像玩電腦比較多耶 打LOW嗎 玩電腦嗎 就在打LOW 因為主要是我以前高中以前 爸媽那個時候對我的電腦時間 管制非常嚴格 你沒辦法相信 你才一天我只能玩多久 不是你 高中以前包含 高中以前 就家裡會管的時候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禮拜一個小時 蛤一個禮拜 差不多 是不是越來越接近了 一個禮拜三十分鐘 幹一個禮拜三十分鐘 我那時候玩的遊戲只能玩NBA2004 然後我一節只能調五分鐘 因為有時候會有犯規暫停罰球 幹啊你媽還要問你說 你玩那個遊戲不能暫停嗎 靠腰那些遊戲怎麼暫停啊 還要暫停什麼啦 沒有也不用暫停啊 三十分鐘而已啊 你那個就一場一場的啊 就一場結束 然後就是一個月要沒了 那就是沒有在玩啊 就是沒有在玩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大學 打電動打到就是 打到最後打比賽或者是開直播 我認為在這件事情 我學到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譬如說假如你以後要去 就是去限制你的孩子啊 帶小孩 真的不能像鴨坦王一樣 這樣一直壓他 然後一放就是 咻咻咻咻 對 就這種你知道嗎 我們後來出去看他那種 玩很瘋的妹 全部都是 以前念女校 怎麼爸爸不讓你出去玩 一放開 直接被他放在一起 你家裡管超音 對 他只要管很嚴 然後大學還去什麼 外界市就讀 那就是玩到瘋掉 如果限制小孩打電動 那以他以後就是當選手 對 就你越不想要他幹嘛 他就一定會幹嘛 就是一定這樣 他就像直播主 從他一出生就一直這樣放牛吃草 放養放養幹 他最後搞不好博士 對他搞不好 就會覺得好無聊 我好想先輸 對啊沒意思 好啦我要當公務員 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真的不能這樣壓抑 在Live House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我還覺得 我有點對不起你的 就是那個 對你 那個時候有一次是在波爐市比賽 那個時候是我跟你搭 就是你開了一個 關於就是我的那種性別玩笑這樣 就譬如說什麼 我喜歡男生 你還是要 所以那個時候你在比賽這樣講 所以當下我其實就不太開心啊 就開始不爽了 我就覺得說欸 我就不是這樣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點失禮 我有點讓場面被有點僵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忘記講了什麼 反正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講類似這樣 這個沒那麼誇張啦 你說你在制止他的法眼 對對對 你還記得嗎 他連Live House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講完當下 兩秒鐘之內我馬上後悔 我馬上超後悔 然後你的小皮膩出來一下下 然後就 我超後悔 那你還有在事後有跟我講嗎 我沒有跟你講 所以我記得現在 難怪你剛剛一直看我們之前 我想說你是喜歡男的還是怎麼樣 原來是因為對不起他啊 我真的記得現在 對不起 今天這樣值得了 告解 他你完全不記得 完全不記得 他連Live House都忘了 我都覺得 天啊我幹嘛 我到底在幹嘛 開一下性別玩笑怎麼了 我作為一個 欸欸欸欸 你作為一個 開自己的 我還好 我應該能夠承受才對 我幹嘛呢 沒有要開性別玩笑 尊重 沒有沒有沒有 很怎麼了 很怎麼了 都很尊重 我們很尊重 我們很尊重 那應該是很久了欸 很久 所以我一直記 然後這中間又有七年 我一直記 然後所以我之後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常常有時候 我有時候不太敢主動跟你講 因為我在我的心裡 你可能 你可能當下也覺得尷尬 所以我 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一直想找機會跟你說 剛好剛好 算是一個敏感的 不過好像你完全 你好像完全不氣得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那好吧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放下了 沒事啦 沒事啦 根本沒發生任何的事情 對根本沒發生 我真的記得很深刻 Live House我吃什麼我都忘了 但是我真的記得這個 也沒事 好不過我講出來 我現在覺得很不錯 很舒坦 舒服很舒服 你上節目還是不錯的 我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雖然我完全默契這件事情 但是你竟然還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你又講出來跟我講 有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行 這樣很夠吧 很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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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就請請客囉 好啦非常感謝 少安今天來 謝謝 分享了非常非常多 但我感覺 他還有很多故事 很多其實很非常的清潔 因為你要知道 你可以在你那個時候 來自己講 確實 你可以有一個系列 叫做這七年 我們可以中立客觀 你可以消失的這七年 你看看